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个招呼都不打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秦老师 你说句心里话 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啥等呀 等也就算了 问题是 这么等能把刘老师等来吗 过两天就要比赛了 照这么下去可怎么个比法呀 别着急 别着急 我给刘老师打电话 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别人接吧 你看 关机了吧 回吧 回吧 怎么回事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大家耐心一点 何婶不是已经去找刘老师了吗 等何婶回来以后 咱把情况问清楚 当那时候实在不行 咱们就赛 好不好 妈 你收拾好了没有 我上班去 你赶紧去排练去 你原来不是一直反对我到外面蹦蹦跳跳的吗 今天怎么了 虽说我们周慧如老师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退休老师 可老师也是人嘛 老师也有七情六欲嘛 再说了 我觉得你跟那个秦老师 你俩配合得挺默契的 又胡说胡说 打住打住 真的吗 我挺喜欢你跟秦老师在一块的 别给我整 还甭漂亮吗 去勾引那老头去 快快快 抿一下 抿一下 来 先赶一下 来 慢点 抿一下 滚滚滚滚滚 那你快点去啊 我先走了啊 你喷点香水 头发好好梳一下 你换个那个低胸的衣服 死孩子 妈去什么呀 人的节目早就排练上了 我都是多余的人了 早干嘛来这 你跑慢点 真吓完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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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完了 怎么了 找到他们呀 我跟你们说啊 我该说的都跟人家说过了 人家就说不来了 什么 不参加演出 我们又没得罪他 怎么说不来就不来呀 这不明摆着吗 人家刘老师为什么来参加演出啊 还不是人家心里有一个人 谁知道那个人啊 谁知道那个人啊 是个冷血动物 看也不看人家眼 你说人家一个女同志怎么受得了啊 我们不管她心里有谁 这是我们的集体活动 可不能由她的性子来呀 这话我也跟人说了 重要性我也跟人说了 她说那话能把我给呛死 说什么了 人家说 怎么了 我又不拿工资又不拿奖金 来不来是我的自由 你们无权干涉 那这样吧 我再去找刘老师谈一谈 哎呀 我说 你都会找地方成风了啊 哎呀 大姐 你来了 你给两块钱 我还是让你点坡 哎呀 今儿我不想听了啊 你要是不听 你就躲开点 别耽误我讨钱啊 我可告诉你 瞎子 我可是你生命里的大贵人 我不仅能把你带到那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还能把你捧成明星 你信不信 你居然这么跟我说话你啊 大姐 你不给钱那就拉倒了 你还寻我瞎子开心 我瞎子跟前两眼一抹黑 哪看得起什么五光十色呀 你不信是吧 好 我告诉你 我们小区的老年演出队 马上要市里参加比赛了 需要一个拉二胡的 以前的有俩女的 现在都不干了 机会就在你眼前 那 有钱吗 钱 钱 钱 只要你得了大奖 不仅有奖状 有奖杯 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保住你鼠的眼花流了 对了 你没眼 保住你鼠的两手抽筋 这 他 他们可以要我钱啊 哎呦 包在我身上 我给你俩瞎子 你实力摆在那呢 以前什么周老师刘老师 我看他眼睛都不如你 哼 我上次就跟他们说了 想把他们换成你 被他们一下就吓回去了 这次我一定要坚持住 把你颅重推出 让你一句成名 大姐 你说话善失落 哪这啰嗦啊 去不去也不休早 去去去去 我马上就去 快点快点 哎呦 这马上发大财了 还老原手 快点 你带个衫子来干什么呀 哎呦 你们懂什么呀 人家是民间艺术家 二胡拉的是出神入化的 来给我们调大梁呢 何神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们不会落后到 让自己个瞎子来 给我们调大梁吧 你不在调大梁呢 我们不在调大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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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 我拉小曲 一块一手 二块点不 周老师 秦老师 怎么 有事啊 有事 我能进去说吗 进来吧 哎 周老师 我能坐下说吗 能啊 坐吧 好 来 您也坐 这什么事啊 您 您 您先请坐 坐下我跟你说 秦老师 怎么了 您怎么突然变得 这么深沉了 您一贯都是特别爽快 到底出什么事了 哎呀 您快点说 我还做饭呢 哎呦 完了 这回这演出是完蛋了 请了那个刘老师 突然不干了 不干了 怎么可能呢 你们一起合作的 不是挺好的吗 我前一天看你们还在排练的 有说有笑的 开开心心的 怎么会突然不干了呢 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 他这个人呢 咱不说他 现在大家伙都准备散火了 周老师 您说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呢 散就散了呗 啊 散就散了 那你 不得面对现实吗 对吧 人家都不干了 你还能把人摁在那啊 不是 周老师 这里有您的心血 有我的心血 有大家伙的心血 您想想这一阵个大家伙容易吗 没白天没黑夜在这排练 说话比赛就临近了 您说在这节骨眼上 哎秦老师 您别着急 你再多心血也没用啊 那毕竟是 这不行了嘛 不行就面对现实嘛 大家就都回家嘛 你看 每天早上起来跑那去 多辛苦啊 是吧 吹拉坦场 没意思 回家之后呢 你呢就可以啊 好好地陪女儿 有些人呢 可以去带孙子 啊 养鸟啊 种花啊 种草啊 还可以遛狗 行行行 您您别说了 这是您的心里话吗 您是不是想看我们大伙的热闹啊 对 我就是想看热闹 是 错了 哎呦 错了 错了 哎呦 拉的什么呀 要不咱们重来吧 啊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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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的天哪 何沈啊 你赶快把他给带走吧 再这么拉下去 我自己得掏钱扔给他了 送账单咋说来着 人家拉起是要钱 他拉起是要命 大哥 带他走吧 我求求你了 我要钱不要命 老涛老涛你快走吧 我给你钱吧 你快走快走 干嘛干嘛干嘛呀真是 有那么厉害吧 你们怎么了 我觉得他蛮好的吗 你们什么耳朵呀 是你的 有他 秦老师来了 秦老师来了 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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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师请的没 草草莓草莓 啊 哎呀 完了完了 好了回家吧 来来来来 做饭的做饭 该报孙日的就报孙日了 砸光了 我说呀 还是用我请来的人吧 哎呦 人都请不回来 还有什么权利挑三紧四 真是 刘老师我没请来 你们大家伙 往那边看看谁来了 是啊 郑老师 郑老师来看 郑老师来的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呀 周老师 有了你啊 我们姐我肯定躲 回到下头对不对 对 啊 肯定得理 哎呀 别这么说 你们这么说 我该走啊 哎呀 哎呀 你们是不是打算 跟周老师说一天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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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比赛了 来来来来 练习练习 好 周老师请 周老师请 回太郎 哎 你待会下班以后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啊 干嘛呢 又跟老公打电话 然后你赶紧搬到我妈家来 我俩的东西一起啊 是啊 好话我就说一遍 啊 哎 我怎么不能回我妈家住啊 你到底搬还是不搬吧 你要是敢不搬 我就不好好吃饭 我饿死我肚子里的宝宝 你信不信 自己看着办 你这个瞎子啊 你看你怎么回事啊 害得我还亏了二十块钱 还帮你赔 你平常不是 都拿来了 你 你的都带来了 什么叫我 我的都带来了 你的呢 我可不过来住啊 郭宇 什么毛病啊你 咱们不都说得好夯的吗 怎么变卦了 谁跟你说好了 你是女儿 你过来跟你妈挤着住没什么 我是女婿 我可不好那么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 为了顾全大局 你给我忍着点 什么大局啊 晓鸥 不是我说你 我说你平常 人家在你妈这儿吃点啥点 赚点 赚点小便宜 没什么 可是你现在怎么盯上 你妈的房子了你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仰什么仰 你仰什么仰 什么叫我 叫我妈的便宜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哎 就冲我赵晓鸥长那么漂亮的 都嫁得好着呢 人家拿什么孝敬赵母娘 美金 欧元 英镑 你呢 你要能多就哪钱 我至于那么死扣死扣的吗 钱多怎么了 有我对你这么好吗 我我多挣我就多花 我我 我不挣我就不花 对吧 咱们家至于借不开锅吗 你非要把你妈炸开了 你才舒服呀 谁把我妈炸开了 你会不会说人话呀你 咱爸了一下别太多了 我跟你说谷雨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妈考虑 我爸走了这么久 我妈手刮手了十多年了 我给我妈找个老伴 让他安度晚年 互相有个照应 有什么不对的 啊 你少胡找难成 这是一码事吗 我 你给我坐那儿 坐下 你坐着坐 你别你别 你别那么大声 这当然是一码事了 我的户口就在这儿 我就有永久的居住权 你是我老公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就让你把户口转过来 你非不干 放在你们单位 那个破极体户口上 将来我妈找了老伴嫁出去了 这个房子 顺理成章就成了我们的 哎 这不自然而然的事吗 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 我就那么食恶不赦呢 我有什么错啊 古语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就是一庸俗的世界 我们这些俗人 怎么就不能有点庸俗的想法 人都是自私的 别成天把自己看那么高尚 我说你这个土鸡蛋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周老师 亏了您救赞 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样 哎呀 你别那么说 也怪我呀 要不是我前一段家里有事 也不至于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困难 不能这么说 你在家里边是不是也想我们 想啊 每天早上我一想到你们要排练了 我在家里就坐立不安的 就就像困兽似的在那转的转的 这就是李周老师的为人 所以大家伙都喜欢你啊 哎就凭你的二胡 咱们不拿奖那就怪了 你在二胡在全国 咱们可以 全国你可别 你说也太夸张太肉麻了 哎被人表扬也是好事嘛 是不是 那表扬过了就不行 我要表扬你你试试 你难不难受 我巴不得让人表扬 好秦老师啊 德高望重 他带领我们团结一心 所向提名 不不不 走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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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师 认识您之前 我以为我都不会笑了 可是现在呢 我是从心里往外笑 这心里就跟火似的 真的真的 又开始了 我听不了了 没有没有 跟您在一块就是高兴就是开心啊 行行行行 你为你十八条我吵不过你行 我告诉你 我打死我也不做这倒叉门女婿 我就算买房子我也靠自己 哎呀 伍远 妈说去把那沙发抬楼上去啊 那沙发放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抬她呀 哥 搭把手 哎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别动别动 我求求求你了 你别动行吗 你搬 你不是不搬吗 小娘 就是 我说哥 这小欧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 他打得倒立都是拿第一 只要他想得到的 他就一定想办法得得得到 对 那我还真拿他没办法呢 我跟你说你就听他的吧 搬过来住行了 你见不过他的 那什么倒叉门女婿啊 妈也没那么想 搬过来多好啊 搬过来以后 咱们互相有个照应 哎 你别看小欧虽然一点二 但是那都是给你讨 哎 小欧不是二 小欧那是 退二 对 我是怕咱妈的负担太重 不过我也有这种感觉 哎 你说 以前 两个人妈还行 现在四个人 哎 歇会儿 你说 不来层时蹭科吧 妈不高兴 来层时蹭科吧 妈有那点钱 也不够花了 其实 其实 咱们补贴点就好了 可是 我又不掌握这个经济大权 我也没办法 哎呀 走走走 哥你这话我跟你说 我就不爱听 我我跟你们不一样 妈妈妈出去了 我跟你们不一样知道吗 你儿子媳妇我女婿 我女婿老在你们家蹭蹭 蹭吃蹭喝的 不不不不交钱 行吗 当然不行了 嗯 我我你要让我住过来 也行 我得跟晓鸥谈谈 我多多说了我要 贴 贴 贴补 咱们爱一点嘛 对 那那你持续 哎 要不我 我跟少华也商量商量商量 听听听听 好啊 哎 你一定要跟少华商量啊 哎 来你绕一下绕一下 怎么把沙发搬上来了 我右边 马上搬上来的 好 这边这边 怎么回事啊 快上 哎 哎 妈说啊 把沙发搬上来 点放一放 哎 放一放 对 放多久啊 妈没说反正 是倒杯水谷雨来了 快点 你先坐你先坐 谷雨你先坐 坐 老大 哎 我这要房不坐了吧 哎呀你坐 不用客气 哎 哎 谷雨 哎 你喝水喝水 哎 妈说反正 放一段时间 然后到时候用的时候 再搬下去 再搬下去 啊 妈不是有地方吗 我们家那么小 把我们家当仓库啊 哎 怎么这么说呢 让你免费用 这不正合你意吗 怎么叫正合我意啊 小雨啊 哦 你是打算跟小鸥 就这么住下了 嗯 那个嫂子 不是 那个我 我 是吧 我我我 我根本就不同意 把沙发搬上来 我刚刚还跟小鸥 吵了一架 你可以问小灰 对对对 没错 小雨啊 我也不能说 你们是拿第三代 来压榨老的 少华 再说啊 妈好不容宽松两天 你说你们就挤回来住 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合适啊 少华 话不能这么说 那 那人家有困难 咱们还不能帮一下啊 再说了 那谷雨家说的事 那都是小鸥说了算的 谷雨说了不算 那 那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我在家说话挺算数的 比如说今天吧 我说这沙发 这不是说搬就搬上来了吗 你捅我干啥 小灰啊 你就没明白我的意思 还是让小雨明白 小雨我也觉得你是个有主见的人 我说呀 这一家啊 不能太阴神阳衰了 大事情就应该男人做主 我们家的事情就小灰做主 不信问小灰 小灰是吧 对 对 我做主 退一步讲 你们搬回来住 其实也可以 但是不能再增添妈的负担了 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不像社会上的那些啃老族 对吧 我们做不出来那种事情 小鸥呢 是个没有觉悟的人 但是小雨你有 必要的时候 你就应该拿出男人的样子来 都是孕妇 所以这句话 我是有资格说的 不要老拿肚子的孩子说上 要再这么下雪 你这一辈子啊 一定会很被动 嫂子 这不是小鸥最近怀孕着吗 我是让让她 古语是让让她的 少华 那话说得太重了 那自己家人有点困难 能不帮忙 再说了 交不交生活费 那是咱们跟妈自己上了的事 人家交不交咱不管 我们交不交人家也不管啊 少华 你放心 我会给妈交生活费的 走了 小雨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 男人说到就要做到啊 你干什么你少华 那你要让人家交的话 咱们必须得交 交交交交交 交什么交啊 你拿什么交啊 不给他们点压力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王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阴一套羊一套的 你这样想起太可怕了 我告诉你 你要让人交生活费 咱们必须也得交生活费 这是原则 雷打不动 脾气线长了 你别拿老虎当病猫 你别拿老虎当病猫 你想让我住回来可以 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山东倦县 这样感到村的倦驴来了 让你来我妈家 就是享福的 还敢让我去条件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你不答应也可以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住回来 行吧行吧 你说吧 什么条件啊 第一 你妈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不管 我们只要攒到 房子的首付 咱们就自己买房子 然后咱们就 从这儿搬出去 你妈以后怎么打算 处这些房子 那她的事 我们别掺和在里头 攒钱买房子 八字没撇的事 你也当条件 行我答应继续 第二 咱们那边的房租 省下来了 水电煤的费用 也省下来了 我 我想把那些费用 全都交给你妈 我想每个月至少给你妈 八百块生活费 不然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我们在我妈家吃 在我妈家住 我妈都没说什么 你那么紧张干嘛 典型的凤凰男组合证 你的我的我妈的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我的原则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我妈的仍然是我的 哎呀 哎呀 哎 哎 谷雨啊 要不然这样吧 你去问问我哥和我嫂子 她们交不交生活费 她们要是要交咱也交 她们每个月交多少 咱就交多少 你说呢 不 她们交不交那是她们的事 我是女婿 我 我的脸皮没那么厚 是不是余少华刚才上楼给你说什么了 她说什么了 她说什么了 我 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 人家说的也没错 晓鸥 你是女儿我是女婿 我跟你哥不能比 妈 哥 谷雨 跑哪儿去了你 谁在厕所呢 我 自己家有厕所不上 在那儿挤什么呀 快出来 哎 你说什么呢 上个厕所不行啊 哎 哎 老公 我问你啊 你今天跟我们家谷雨说什么了 哎 我问你话呢 说什么了 我问你 你说什么了 我怎么知道 你别弄了别弄了 坐这儿 哎 有话就说 你叫我近日吧 你是不是让我和谷雨回家来住交生活费了 怎么是我让谷雨交生活费的 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怎么了你们现在搬过来住教练生活费不行啊 你狗懒巴抛屎你 我向我妈家住 关你什么事啊 凭什么让我们交生活费啊 你在我们家住的这么多年了 你交过生活费吗 你怎么知道没交啊 你要是交生活费 我哥还至于偷偷给我妈塞钱吗 你看见了 别给我装了我告诉你 自己挣那么多钱 你不交生活费 还让我跟谷雨交 你在我们家待着你稍微给我老实点啊 小英勇对你不客气 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啊 哎东哥 你先洗洗睡 我把这点总结打完就睡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别跟我装散啊 我装什么了 你今天是不是给你妈钱了 说 别了 你今天单位不是发奖金吗 我到妈那去 就给妈了一点生活费 那现在不是两个孕妇吃饭吗 妈那点退休工资 养这么一大家子人哪够啊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 怕我生气 你以为我是生你给你妈钱的气啊 我是生你的气 你给你妈钱给就给呗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幸亏今天你妹说这事 我还得感谢你妹呢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我余少华在你心里 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那种尖酸刻薄 不通情达理的媳妇吗 你说 我跟这么一个不相信我不尊重我的男人 过一辈子 你觉得有意思吗 别别别 言重了 这怎么都上升到尊重啊 信任什么的 老婆 这样 我错了 我诚恳地向你余少华同志道歉 我以后不管我做什么 我先向你汇报 行吧 我没那么大的面子 行 不 你怎么能没面子呢 你那面子比我赵小辉的脸 不 比天大 行 别生气了 什么呀 你说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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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拿去吧 拿去吧 喂 请问是我们家灰太郎吗 哎 家里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啊 下班以后赶紧去搬一趟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肯定不住过去 哟小谷子啊 怎么着 现在长脾气了啊 老娘的话也都不清了是吧 你不答应我付给妈生活费 我不可能住过去 哎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我跟你讲啊 妈都没说什么 妈说不用给就不用给了 妈怎么说那是妈的事 我有我的原则 狗屁原则 我最后问你一遍啊 你到底搬还是不搬 我就这脾气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打死我都不搬 哎 你反天了你 喂 搬家公司吗 哎 哎 来 是 给爸爸介绍介绍 哎呀 他现在李爷是我的BF 啊 BF 是 这是网络语言 就是男朋友呀 男朋友啊 我我也不懂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啊 我听诗员说啊 你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是吧 是啊 我是在英国读的书 哎 英国这个国家啊 应该说是很有生活底蕴的一个国家啊 是 他的文化底蕴也非常的好 啊 当然 我们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管他们叫英帝国主义 什么老婆儿帝国主义 都过去了过去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应该学人家先进的东西 哎 这个你在英国 像英伦三岛 这个英格兰 苏格兰 还有爱尔兰 是吧 都去玩过吗 我们学校那个时候 谢谢 我们学校就是在苏格兰 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功课太紧了 也没有时间出去玩 嗯 所以可能去的地方还不如您的做 对的 出去目的就是读书 那不能老把这个玩儿放在书 是不是 是 嘿嘿嘿嘿 那你具体写的是什么坑吗 我在那边是学习的语言 好 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大环境嘛 学习语言多一门外语 然后在各个公司都有自己合一发挥的长处 其实你看咱们国家 现在是中国走向世界 世界了解中国 太虚效你们这样的这个语言人才嘛 是吧 有很多的工作岗位都等着你们去 这非常非常好 哎 那么你回来这次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计划呢是在国外毕业之后 然后在国外找一家大的公司去工作 但是您也知道最近这两年吧 经济大环境不好 所以我就回到国内来 但是现在国内的工作也不好找 所以呢 我就打算跟学习两个人开一个公司 做一份自己的事业 自己当老板 好好好 闯一份自己的事业 好好好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输入您多提宝贵意见 给我们各方面的支持 主要是资金问题啊 啊 啊 反正是这样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事业上呢 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 既然有这个缘分 生活上也要相互的支撑 相互的帮助 啊 那今天嘛 初次跟小李同志见面 我们就是聊聊天 嗯 然后增进双方的这种了解 啊 那那那你们先聊着 你们先聊着 妈妈还有点事啊 哎 好 对 等会 对 这 赵晓鸥同学 赵晓鸥同学 二呼演奏 我听说拉得可好了 真的呀 今天晚上的啊 今晚的 应该这东西还没收拾呢 就这点东西交给我 收拾不就行了吗 那晚饭呢怎么办呀 你又不会做 离了你我们都得饿死呀 那谷雨干什么使的 让他们买点回来给我吃不就好了 你就安心去听音乐会 听见没 我妈还真想去 衣服我都给你准备了 漂亮呀 好啊 我宝宝的这份心意 妈妈就笑纳了 快点 好好好 喂 晓鸥啊 你妈妈在家吗 秦老师啊 我妈在呢 怎么了 有事吗 我今天在信箱里边啊 收到了一张音乐会的票 好像是居委会送过来的 我想你妈妈喜欢音乐吗 这张票想让她去 哎呦 怎么那么巧啊 我妈也收到一张票 我妈马上就出门了 你去吗 我也去 我也去 行 小红那就这样啊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妈 换好了没 好了 走 快点 别晚了 好嘞 你 你找谁啊 我谁都不找 这是我家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谁啊 你到我家还问我是谁啊 你开什么玩笑 这儿是你家 我今天刚搬过来 你是不是找上一任房客 来了来了来了 敲什么敲 你来了 这儿是你把他们家房子 转租给别人的 哎呦 哎呀 我们家灰太狼生气了 生气的样子真性感 真像一匹狼 人家一次性付给我三个月的房租 除了还给房东 我还小赚了一笔 你老婆有经济头脑吧 啊 有你这样的吗 你这是府邸抽薪 还是霸王一身工啊 嘿 你这 一生气 连结巴磕的都不结巴了啊 算什么都行 对付你这种一根筋的人 就得用这种办法 敬酒不吃吃罚酒 哎你慢点慢点 灯心别闪着腰 有你这样的吗 连你商量的话都没有 自作主张 永远不知道尊重别人 我不尊重别人 我没跟你商量过吗 我跟你商量了多少遍了 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呀 你想各种办法来拒绝我 还是我不尊重你 哎 古语啊 你老婆我在娘家 安胎待产 你倒好 你人为的制造两地分居 你想气死我 想怎么着啊 我还大人问你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了 是不是在外面胡搞瞎搞了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胡搞八糟了 你不要胡搅蛮缠啊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头很清楚 我怎么想到你心里很清楚 我不清楚啊 我清楚什么样我清楚啊 我就知道你不愿意跟我 待在一块 不愿意跟我待在一块 那算了呗 孩子我自己生 我自己养 别以为我离开你 别动 给我放晓晓的 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是那个意思吧 不是那个意思就最好 我看你也不是那种人 我今天忙活得一上午了 我都快累死了 我腰都快累断了 腰都快累舌了 我都快累晕过去了 我都 我知道 你不就是腰都快累舌了 腰都快累断了吗 我跟你揉揉不就完了吗 一天到晚能不够 家里头这么多东西 不要你一个人搬 我是干嘛是的 你更累了 你不给我搬 我不就只能我自己搬了吗 我搬不就 вес了吗